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5日 星期日 今天不是中秋節 只是新歷的8月15日 農曆8月15日還未到 這個時候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環球的局勢 包括大陸的投資環境越來越惡劣 是不是有革命的先兆呢 暫時也未見到 在金融市場反映 不過 金融市場被中共的鐵團打得 體無原夫 最近 傳出Softbank 軟富軟銀集團 首席執行官 孫正義 計劃削減中國的投資 因為中國 私營部門繼續面臨歷史性的嚴格打擊 因為有很多新的監管出來 孫正義 在10日的一次 盈利報告會上表示 新法規之下影響明朗的前景 他將會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 截至7月底 中國企業 佔軟銀大型遠景基金投資組合的23% 孫正義指出 自從4月以來 只有11%的遠景基金投資 是針對中國的 減少了很多 孫正義認為關於在中國投資方面 軟銀面臨一個嚴重的挑戰 當然是十分之挑戰啦 因為最大的 阿里巴巴有份 滴滴打車也有份 之前那隻螞蟻金服也有份 每隻隻都有份 被人打擊的每一隻 都關他的事 而且他打擊的也是很嚴重的 他基本上也 十分之怕了現在大陸 因為之前 靠這些大陸的股票賺了很多錢 孫正義就說 他 覺得 中國這樣打擊私營企業 對投資者來說 感覺很不安 很多人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創新前景 感到擔憂 關於對中國的投資 他會謹慎 保持觀望態度 如果情況好轉 他可能會再投資未定 不過 中共或者這個叫做中方喉舌 就不是這樣看了 當然他們 當然是出來 吵架孫正義 我們 講講中方的看法對孫正義有甚麼批評 跟大家再介紹一下這個人 孫正義是被稱為日本的經營之神 因為 以前的經營之神 死了 輪到他 這個是一個韓裔 的日本人 不要以為人家叫孫 孫正義就是中國人 他是韓國人 我們講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希望大家一起支持 多點按LIKE 多點建設性留言 以及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在Facebook 以及其他地方分享 我們先講講孫正義 對於孫正義的批評 大陸的守護有一篇文章 就是 這樣批評孫正義 有人 注意到軟銀刪除了自己所發的相關訊息 孫正義 說完那篇文章之後自己刪除了 儘管如此 仍然有人會引述財報會議上的發言 說孫正義打算在形勢更加明朗之前 儘管其變 在大眾創業 萬業創新的火爆年代 露燕滿天飛 呼發器邊上的咖啡館 飯盒店也水漲船高 身價百倍 所謂天市投資人 無不頂著大話西遊之中 像孫悟空頂著筋斗雲 目光如巨 下面一班人 等著落窩的國路創業 等著等米落窩的創業人士 白搬追捧 而孫正義在大陸 被譽為天使中的天使 享受著他各籍 日本國 以及組織韓國 都未曾有過的褒羊 他本人一度被傳在中國市場 賺得盆滿 如今 咖啡飯盒微冷 孫正義 就遮遮艷艷地靠起退堂鼓 他到底在變甚麼氣法 大陸人都對於覺得孫正義是你的臉 現在想割禍青 很多熟悉他的觀察家都指出 孫正義 從來都是一個追逐實力 以及追求 尋求快速變演的投機者 而不是真正注重投資組合的效益 不求具體回報的天使 他在日本以及海外的投資 取捨的主要標準就是賺錢 賺快錢 並尋求盡可能短時間 得到實質的回報 人也是這樣想的 誰想著不賺錢 不追求實質回報 這篇文章 當然是酸的 軟銀 在幾十年裏面 其實精心打造了很多高科技產業投資者的設定 但是這個設定的 包皮 包藏著一個追逐風險投資 偏好槓桿以及對賭的心 對其投資取向 趨意要賺快錢 賺熱錢 寧可早日變演或止蝕 也不願意 幫預期做長線投資者 去投資一些有前力的股票 這個我覺得 其實也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人家真的投資很有眼光 一早就已經買 Yahoo 一早就買 阿里巴巴 在阿里巴巴 人家沒有錢的時候 他率先拿了一筆錢給阿里巴巴 這東西 當然要他真的有很多錢 很多錢 鮮女散發式 每樣東西都買下去 到時一種就是100倍 500倍 這些是人家的投資方法 天使基金全部都是這樣的 所以 這篇文章比較酸 但我們繼續跟大家看下去 不論泡沫經濟 或者是爆破之後20年 高科技領域也是當時 已經是成熟經濟體的日本 少有的高增長 高回報的項目 因為日本 在 90年代 八十年代 尾九十年代 創的泡沫爆破之後 可以說是迷失30年 到現在 才有少少的翻身 好 當然在中國 這些所謂天使投資 實際上 很少 真的投享高新科技 大部份都是投資網購平台 社交媒體 真的投資高科技 其實是不太多 誰行咖啡 全部都是圈錢遊戲 事實上 中國以外 孫正義 圈裏面的投資名頭 名陷就不是那麼天使 人家對他有很多種告病 包括 認為他過於熱衷賺快錢 輕視長線回報和實體經濟 覺得客氣一點 投機性偏強 說得不客氣 就這些 是一種 賺笨賊 賺快錢 人家也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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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適合中國的虛擬經濟 尤其是 現在大陸 那種甚麼都好 都將他 打造上市 任何東西都想上市 完全不是故事 而是經濟的 我們之前有 出過一集 說一個透支50年的中國 就是現在的科技公司 其實全部都在透支未來 他透過大量的借錢 找天使投資者全部入股 入股之後 他就繼續燒銀子 繼續用一個 低於成本的價錢去做 搶市場佔有率 到他整個市場 吞了 好像 滴滴打車 好像美團 在整個市場壟斷了之後 他的市值 一時可以崩到很大 只要他虧少了 美團當年 其實不是當年 而是今年 而是因為他虧少了 業績比去年好 立即炒到400多元 當時是幾萬億市值 現在美團只剩下多少錢 這個就是中國那種 泡沫經濟 完全在透支將來 因為所有投資人的錢 最終都要在 股票上市 之後 炒上去 賺錢 而他們真正在搭一個 超級巨型的雞排 所有東西都不是實體經濟 大家想想 做單生意 我以美團來計算 你 根本送一個餐 可能成本要20元 他只是收你5元或者10元 他是不是虧本 他一個餐虧5元 一萬個餐虧5萬元 他一天 做一億個餐 一天虧5億給你 沒問題 我一個月虧8、5億 但是 我告訴你 全中國都是我做的 這樣就很可怕了 因為他是掌握了 數以億計的數據 每天都有那麼大的數據 他就可以用這個成為了當時 當時科網股也是用這個方法計算的 不過當時就比較膚淺一點 用點擊率 你按一次點擊率 你把你的點擊率成為你估值多少錢 原來一個點擊率值20元 當時是亂來的 如果有500萬個點擊率 就值一億了 好像我們的收市 我們已經超過4億了 我們的點擊率 我們的收市已經超過4億了 如果計算1元一個 我們也值4億了 如果計算5元一個 我們也值20億了 這個 就是當年2000年科網譜爆破之前的計算方式 當然 現在其實 儀曲同工也是這樣計算的 不過他是佔了market share 我 全中國 我有多少 百萬個司機 這個就是滴滴打車 我每天做多少宗交易 這些東西 到時那些人計算數 對呀 現在每天會賺的嘛 每天一天做 五千萬單交易 現在虧兩元不要緊 每天可以賺兩元的嘛 但是問題就是 實體經濟做不到嘛 你要貼錢出來才搶到市場 到你要正數已經做不到啦 你要打和已經做不到啦 何況你要賺錢 美團就是一盤這樣的虧本生意 所以泡沫一爆破 大家一起死 但是現在 只是把現在未來的錢 拿了下去投資 先投資下去 而他們 拿著這些股票的 天市基金 一股倒水 馬上走 不走 讓他們爆破嘛 所以 最終 音樂、耳、遊戲 誰接了火棒 誰死 所以這些基本上 完全不是實體經濟來的 根本就是用錢 搭出來的雞蛋 孫正義當然 很聰明就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如果不是 一個韓國人 在日本可以成為首富 也可以 賺那麼多錢 大家去日本 你上網一定是Softbank的 電信一定是Softbank的 他真的是一個很巨型的企業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不過 看來外資 是有加緊撤出中國的態勢 孫正義 其實只是其中一個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